一早不到九點 燒傷事務機前已經排起來 全台系統同時間 要連經濟部後台機台流量管制 至少點兩次 小白丹才順利跑出來 現場清點沒問題 直奔五倍券開領第二天 零一份大約花五分鐘 因為昨天聽說很多人 所以我就想說不要那麼早 明天不要第一天來領 開始還會跑 大概跑兩三次 對兩三次 可是就好了 不搶投箱 有券拿就好 累計到九號早上九點 領取直奔五倍券 已經破五百三十四萬人次 但同時間為了拿好實券 登記數位的人卻抱怨 相差哪裡可以用 卻被限制 得要綁定的支付方式進行交易 但很多夜市攤販 無法刷信用卡 好實券官網可使用店家 有的甚至出現 只收現金根本無法用 記得問公告意義在哪 其他人也認為反而更不方便 自己還要找能臺灣配付款店家 把iCash Pay的好實券 到底能用在哪 像是臺灣配官網列出好幾個品牌 乍看以為都能用 但其實部分特約商家 因為加盟或其他因素無法交易 還有人發現搜尋電子票證支付 根本找不到悠遊卡可使用店家 等於幾乎只能選大品牌 連鎖餐廳支援刷卡 猴食券售限多 消費錢已經讓人一頭五水 TVBS新聞王新唐 王靜寅 TVBS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小鈴鐺